第33題若將錢幣放入水槽中注入等高的戒指甲衣丙丁 請問錢幣在哪一個戒指看起來最淺 這是看上課說過的我們從空氣看到水中 從快戒指看到慢戒指當中水深會變淺 那麼這一題我們如何知道 誰會最淺 第一個我們來畫畫圖 我們有一個入射線 然後會有一個折射線 然後有一個入射線 然後會有一個折射線 兩個延長 在這邊匯聚所以成像在這裡 所以表示水深會變淺 那我們可以看了從圖中看出來 如果這裡折的更多 折的更多那麼他對過來了就會在更淺的地方 所以我就是說 我們的 入射角跟折射角差距越大的 他看起來會最淺 那我們從圖上 表上可以看到 這個低音的30度跟10度 是我們入射角跟折射角差距最多的 所以他看起來應該會最淺 或者我們純粹是用想的 這個現象是因為折射發生的 所以如果折射情況越嚴重 那麼那麼他所會看起來的深度就應該會更淺 那麼從表中可以看得出來 丁的折射情況是最嚴重的 所以丁會看起來最淺 所以呢 第33題問我們說 請問 錢幣在哪個界子中 看起來會最淺 我們答案要選的是 豬 丁 請問 給我